我们读《Leviticus 11》 我们读《Leviticus 11》 《45节》 《我是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 《要做你们的神》 《所以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是圣洁的 再看《19》 《Leviticus 19》 第二节 第二节 您小玉以色列全会众说 你们要圣洁 因为我主你们的神是圣洁的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神的带领 让我们这一次的春季 线上领会能够顺利地完成 也非常谢谢 美国郭佩信传道带给我们丰盛的领粮 小弟个人收益良多 这一次联合会的主题是五季和七节旗 小弟就将自己 在这一次学习中领受的一点点心得 向大家做一个综合性的报告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我们先从五季谈主的救赎 与人的本分 您务必圣洁 因为主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因为主我们的神是圣洁的 这个说明两件事 第一 今天为什么神跟人的关系断了 因为人有罪不圣洁 第二 那要怎么样重建神跟人的关系呢 就是必须除罪成圣 那么重点在于到底要怎么做呢 当然单靠人是不行的 必须要神人同工才可以 一定要有神的救赎 再加上人的本分 这就是整本圣经的主题 中心就是基督 尤其是基督十字架的救恩 只不过在旧约先用影子呈现 做一个预表 它到了新约再用实体应验来印证 让我们现在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进一步很肯定的相信 然后才能够切实去尊敬 最后才能够真的成圣得救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得救正路 而五纪跟七纪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具体的预表 今天我们现在谈谈五纪 在圣经里面五也是一个完全数 所以虽然 五纪可以分成血纪和数纪两大 所以虽然 虽然 虽然 五纪也能够分成血纪 也能够分成血纪 也能够分成血纪 虽然 虽然 五纪也能够分成血纪 但是我们看到 你看那个沙烧在壇上的寂寺 全是一样的 全是这一样的 也能够分成血纪 但是这些犯法 也能够分成血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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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些犯法 其实我们现在我们下的血纪 也能够分成血纪 只不过用五种不同的形态来呈现 让我们能够全盘地了解 然后再从不同的角度来学习近自己当今的本分 好使我们的灵魂和身子都能够完全无可指在 这应该是五季最重要的属灵意涵 好那我们现在就靠着圣灵根据圣经再做一个综合性的思考 第一个是反击 从神的救赎计划来看 反击是我们信仰的根基 重点在神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让神回心转意来重建他跟人的关系 就好像让一个维护的心转向儿女那样 最有效的方法当然是做神最喜欢的事情 那到底什么是呢 请看希伯来书 我们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神啊 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第六节 凡击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 第七节 那时我说神啊 我来了 我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第八节 以上说祭物和礼物 凡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这都是按照律法线的 第九节 后又说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 祂是除去在先的 为要立定在后的 神最喜欢的 其实不是祭物和礼物啊 也不是凡祭 也不是赎罪祭 这都只是预表 神最喜欢的 乃是献祭的人本身 能够造神的旨意行 那你会问说 那什么旨意呢 最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 圣洁 要如同神圣洁一般 第二个 要舍己 完全没有自己 完全没有自己 肯为神 为受苦 受死 完成神 都偷渡这使命 那这是神 仁爱神 最崇高的具体表现 是神最喜欢的 是神最喜欢的 只有这样 才能够让神 回心转利 只有这样 就这样 能够改变 难怪 翻记的原文 那个字 更有上升的意思 所以在这个词 在这个词 在这个词 里面 在这个词 里面 就越 现 反击 一定要无 残疾 的生处 一定要被杀,流血,剥皮,切块 还要洗脏腿,洗腿,线头,线之油 最后整个好没有保留的全部烧在坛上 叫做全寄生新香的火器 只留下一张皮给祭司 这样才能替人赎罪 打开得救的门 这是第一步 那么问题是谁有资格打开这个门呢 生处显然是不行的 有罪的人也不够格 唯独神才可以 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一定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然后靠着祂的圣洁,舍己和圣灵 来完成十字架的救恩 为我们留下救恩的外衣最主要的理由 主耶稣不仅满足自己的公义 祂更为我们开启了得救的门路 因此今天人要得救只有一个门,一条路 就此人家里面说 请看药拉太书第三章 请看药拉太书的第三章 并不分犹太人 西里尼人自主的 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医疗 我们一定要回去相信耶稣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使罪得赦 要在资格上批代基督领受应许的圣灵 重生成为新人有成圣的资格 成为新人有成圣的资格 好,那然后进一步在生活上 避典基督学习主耶稣的方法 请看药拉太书14章 药拉太书14 十四节 第十四节 总要披带主耶稣基督 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再看路加福音第九章 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请看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完全遵照神的旨意 完全遵照神的旨意 这样才能够蒙神圆 将来才可以得救今天国 好,第二个数据 第二个数据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将自己的身体 献上当作火器啊 其实数据就是最好的範例 那个数据是平常的意思 表示信仰就是生活 要在平凡当中 是不平凡的 将最好的呈现给神 所以数据原文的自根 有呈现的含义 就好像主耶稣 虽然主的救赎的最高点 是要成全十字架的救恩 虽然说数据确实 也必须跟血据同线 才可以 可是十字架的真理 却是主耶稣 活在世上 一直努力传讲的天国福音 那十字架的精神 更是主耶稣 一生留下来 许多美德 和侍奉凯模的集合 所以当主耶稣 还活在世上的时候 他就宣告 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三十五节 六章三十五节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 我而信我的永远不可 再看四十八节 四十八节 我就是生命的粮 再看五十一节 五十一节 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那什么量呢 第一个圣餐 就是无效品 让我们可以借由圣餐 与主联合 因主活着 第二个圣餐 第二个圣的道 就是主所说的话 要将它生活化 要靠着圣灵的帮助 透过不足的祷告 将舍己的爱 落实在自己的信仰生活当中 难怪旧纪纪维纪 最主要就是用小麦 去壳 磨成细面 或水 空成的无效品 绝对不可以加效 加蜜 却要浇上油 加上乳香 再加上盐 说明耶稣基督 在世为人 真的有完全的品格 祂的确有心香之气 能够蒙神越南 是至圣的 所以剩下的 归给祭司享用 吃啊 要吃 因此今天我们都是 圣洁君尊的祭司 不要忘记 我们一定会 要为存到永生的食物努力 要天天读经查经 要常常听到聚会 要走越思想追求 用各样的智慧 把基督的道理 丰富的存在心里 一方面使自己的心灵 让自己的灵命 让自己的灵命 能够长大 那另一方面 更要把宗旗的真理 生活化 靠着圣灵的更新 透过不住的祷告 还有立志 为主受苦的决心 你真的把自己的灵命 真的把自己去壳 摸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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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荣耀的教会 可以献给基督 相信 主耶稣一定冤 而我们也真的可以 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样才能够一起 攜手同奔 这条崎岖难行的天国路 一直到天家 好 第三个 平安记 这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结果 目的就是要赐给人 真正的平安 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请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 77节 叫他的百姓 因罪得赦 救赎到救恩 78节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 从高天临到我们 79节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 使用你的人 把我们的脚 引到平安的路上 再请看 约翰福音14章 约翰福音14章 27节 27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是的 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要把我们的脚 引到平安的路上 而主耶稣道成群 更是为我们留下平安 只不过这个平安 并不像世人所赐的 不是单求肉体上的平安 也不是单于心灵上的安慰 更重要的是 神跟人 人跟人之间的和平 请看 以福所书的第二章 14节 14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15节 而且以自己的身体 废掉冤仇 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 为要将两下 借着自己 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 16节 记在十架上面的冤仇 便借着十的架 十两下归为一体 与神和好了 这才是主 所赐给我们的真平安 就好像起初的 里面充满和平 喜乐 和彼此相爱的景象 一切都不伤人 也不害物 只有满心的感谢 难怪旧约的平安记 原文的字 跟和解的意思 而平安记 又叫做 仇恩记 就是感恩记 又感恩 谢恩 还愿的含义 这些都是主耶稣 成全十六下救恩 所要留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看到 平安记除了必须 献血记除罪之外 有三件事很特别 有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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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要将只由 腰子 尾巴 烧在坂上 作为火器 先给神 这是向神 感恩 第二个 要用有效的 饼 跟平安记 同线 这是要继续 完全 第三个 身处的胸 还有腿 要先给 基石 基石 那剩下的 现记者 全家 还有亲友 可以在外院 同享 这是彼此交接 团似 表示这个平安记 不只是 与神同乐 更与人同享 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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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主的救助 所要赐给我们 很大的恩典 因此 今天我们只要把 凡纪 数纪的真理 落实在信仰的生活 当中 因此 平安记 这个福分 就一定会 临到我们每个人 我们的家 临到我们的教会 不要忘记 这应该是必然的结果 不是说 你每天 这么祷告 一直求 不是 只要这样做 必然就有 只有三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努力 去做的 第一个 要过着感恩的生活 要竭力 要谦卑 把最好的恩赐 献给神 要谦卑 就是腰子 圣脏 谦卑就是尾巴 最好的恩赐 就是 自由 所以我们今天来说 就用这样 为主做功 第二个 要过着 日子的生活 第二个 如果我们 要继续 生日子 绝对不可以 把自由 当作放纵 情侣的机会 我们不必须 使用自由 当作 能够 我们不必须 反而要天天 追求圣灵的宫满 但我们必须 要求 使用圣灵的灵魂 来除掉自己所有的笑 一直到完全 第三个 要过着团契的生活 每天要与主相交 而且要彼此相交 用爱心来互相服 我们要与主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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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说平安 必如河水滚滚 而来 一直永远到永生 那以上就是 主耶稣救出规模的说言 用旧约的凡纪 素纪 平安纪 来做预表呈现给我们 强调的是 神的恩典救赎 还有人的信心本分 那这个就是保罗 在罗马书三章 二十四节 二十五节 也所说的 晚回忌 晚回忌 是新香的火忌 属于积极的面向 那么至于消极的方面呢 那是救人来讲 到底人在信价上 最需要留意的是什么呢 那接下来后面两个 俗罪记 俗千记 就最重要的诠释 好 第四个 俗罪记 请看西波来书 第十章 看西波来书 第十章 第十节 我们凭着基督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 祂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十一节 十一节 凡基斯天天站在 侍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永不能处罪 十二节 但基督献了一次 永远的赎祭 就在神的右边 坐下了 十三节 从此等后 祂仇敌 成了祂的脚 十四节 因为祂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从人的立场来说 主耶稣 十二价的救恩 就是为了 除掉人的罪 那怎么处呢 一定要用血 而且必须是 无瑕疵的保血 所以旧约 生处的血 很显然 只是一个影子 所以 西伯来说的作者说 断不能处罪的 那个实体乃是基督 所以基督 只要亲自 献上他的身体 一次一次 就完成了 永远 永远的赎祭 的 就可以叫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 完全 那么我们会问 那到底 属什么罪呢 总的来说 就是原罪跟本罪 通通属 那分项来说 包括皮 就是你的外貌 肉 就是指的情侣 就是指的情侣 头 就是指的 骄傲 自告 腿 就是指的 恶行 不好的行为 或者不好的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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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分 就是这种很臭的臭气 这些 全部拿到营外 不能再营内 拿到营外 全部收掉 这是表示 一笔勾销了 不再纪念 那条件是什么 条件就是那个血 要把血带入圣所 弹在帮子上面 七次 再把血抹在 香坛的四个脚 然后放了 那剩下的倒在 祭坛的脚下 然后再将 纸油 腰子 线在坛上 这些主耶稣 是替我们 替我们 一个一个 祂都成全 因此今天 感谢主 只要我们 肯悔 相信耶稣 接受 赦罪的洗礼 因此 因此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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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过去,所有的罪内,不管多少,全部一批勾销,变成一个新人 这是肯定的,我们要相信 那问题是受洗以后呢? 万一我不小心犯罪了,怎么办? 我们还是可以来到圣人的宝座前向神认罪悔改的 你可以迫切,讨告,恳求赦免 用这样来得连续来蒙恩惠 因为这一条赦罪的道路 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打通了 感谢主 唯独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留意 请看希伯来书第六章 西伯来书第六章 第四章 我们再看第十章 西伯来书第十章 二十六节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计就再没有了 二十七节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二十八节 人甘患摩摩西的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 二十九节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邪当作平常又泄满施恩的圣灵 你们想,他要受的刑法该怎样加重呢?三十节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身冤在我,我必报应 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三十节 若再用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 我们必须留意的就是不可以离弃道理,故意犯罪 这是把主耶稣重定十字架 因为这就算是死定了 这是非常肯定圣经所说的死罪 那个故意犯罪,原文有一而再,再而三 一直犯,不回头 因为主耶稣只限一次,不可能第二次 况且旧约的罪计也只是属无犯之罪 故意犯的罪并不在内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 好,最后一个,淑千纪 这个淑千纪基本上跟淑罪计的意义一样 都是为淑罪嘛 难怪有不少人会感到混淆 而中文圣经之所以用淑千纪来区分 或许是根据立位记五章六章所记载 无犯的罪行及所限的寄物都比较轻 同时里面有不少跟财物有关的 还特别强调要赔偿的责任 所以小弟个人觉得其中至少有两个提醒 第一个,就罪过本身来看 请看雅各书第一章 请看雅各书第一章 雅各书提醒我们千万不可以轻看小罪 我们应当知道一点私欲就必怀胎 我们必须知道 一部分的侧能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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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罪会慢慢长成就生出死来 一部分的侧能就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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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要因为小罪而不为 但更不能因为小罪而为之 第二个提醒,就连续的角度来看 请看罗马书十三章 看罗马书十三章 第八节 我们先看上半句就好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请念 保罗提醒我们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当然更不可亏欠神 这个是我们信仰灵修 最基本的原则 所以我们一定要遵照 主耶稣的教训 当我们要献祭 要祷告的时候 如果想起说 哎呦,有弟兄向我们怀怨 你放下来 先别做 我们就必须先去跟他和解 第一个要道歉的就要道歉了 该还的就当还了 该赔的就要赔了 该赔的就要赔了 就算一文钱没有还清 我们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这样我们所献的祭神才会悦纳 好,最后继续看罗马书十三章 第八节 到第十节 到第十节 罗马书十三章 第十节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 没有错 从苏天记来看 罪也是一种债 从一种债 罪的贡献就是死 然后我们每个人 必须在神面前 交账 交账 在后来 在后来 我们必须在神面前 交账 在后来 想到过去 我们那么多的罪债 主耶稣都可以舍己 用祂的保险 一笔勾销 因此 从今以后 我们怎么可以再亏欠神 我们怎么可以再亏欠人 绝对不可以 这是对的 不过 保罗却觉得 这样还不够 保罗认为 彼此相爱 却常常以为 亏欠 为什么 好像有点矛盾吗 一点都没有 因为这是主耶稣 为我们舍己 赦罪 对我们最殷切的期待 也是摩西的律法 不够完全的地方 那主耶稣 用祂自己的圣洁 用祂的舍己 来把它补完 那今天何况是我们呢 我们难道 不更应该 学习主的榜样吗 难道 我们不应该 要跟随祂的角踪行吗 所以今天如果要问 今天我们信仰的问题 最大的是什么 就五计来看 只有一个 就是 我们有真的 用这种圣洁 跟舍己的爱 来爱神 并且爱人 如己吗 就一个问题就好 realm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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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sotros amamos a Dios y a nuestro prójimo como a sí mismo con este amor santo y abnegado 小弟觉得 这就是 武器 所要带给我们 今天 最重要的教训 但愿我们都能够 记住 唯有爱 才能完全 立法 espero que todos podamos recordar firmemente que solo el amor puede completar la ley 这个 就是今天 最圣洁 最蒙神 喜悦的 活节 y este es el sacrificio vivo más santo y más agradable para Dios 弟兄姐妹 请问 不是吗 no es así 唱诗 cantamos y by ring basho 108